他们就曾经分开 casual anime 被对这个 谁啊 罗队 你这大半夜的把我叫出来 até你想问什么事啊 有点新发现 让你求证一下 挺热火呀 你背后这个局挺大呀 先是针对廖德彤 然后是李淑婷偷月神之类 再然后是李安芙出现 你们想干吗呀 罗队 咱可得说清楚 廖德彤的事我可以认 李淑婷我都不认识 月神之类我就是个中间人 让苍蝇做了掌门而已 那什么 什么安芙 我就更不认识了 那要按您说的 这可是个大局啊 我还知道这么多 那怎么我还会在这儿 跟你聊天呢 那就说说洛神 罗队长是真会开玩笑 我在牢里也是看过新闻的 洛神跟着庄耀柏掉进了江里 那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呢 假的呀 现在闻目艳品可多了 假的 那为什么你背后这位先生 这么拼命想要得到他呢 罗队 你把我说懵了 什么先生啊 我真不知道 我再问个地儿 好味道餐厅 有印象吗 十二年前案发前 你们三个人在那儿待过 有个人是谁啊 你 你说这个我 我不大明白啊 都这时候你还在那儿装什么糊涂藏着椰子的呀 他寻你什么好处了呀 还是说你有什么把柄攥人手里的 你说的到底是谁呀 是谁呀 行啊 捏点装啊 看看 被队这个 谁啊 这就是一个背影而已 能说明什么 先生啊 行 那在这儿装糊涂 我已经得到我要的办案了 那儿 所以我觉得 十二年前的洛神 有可能就是这个人主导的 先生 丁生活 承认第三个人就是先生了 那他没有 但是我从他的反应当中 我判断出来 应该就是他 还有一个问题 清潭酒店这个信息 我觉得 是有人在提示我们警方 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 上点心